南投第一选区立委候选人蔡明轩 联合激进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杨佩华 前往监察院各发立委马文君 申报财产不实 一百年的时候有一笔中性段的一个地号 就是你豪华庄园 为什么你在一百零八年的时候 改成普里镇中校段 是不是想要企图掩盖 你非法豪华庄园的这个事实 蔡明轩更指出马文君财产宣报错误 是从一百零八年开始 接着一百零九年 一百一十年一百一十一年 连续报错四年 质疑他规避财产查询 你的这一块中性段的一个地号 你有出现在你的财产申报 你就是有拿这块地号去做一个抵押 一百八十万的一个借贷 为什么这笔借款从来没有出现在 你的财产申报里面 你到底想要掩饰什么 对此马文君出面澄清 此事为物质仅仅是措资问题 整个土地上面其实有中校段 一百年到一百零七年 应该写的都没有错 它写应该是中性段吧 有一笔买的 然后到一百零八年 其实物质呈中校段 其实就纯粹一个字错误 那跟木屋完全没有关系 它不是木屋那一块基地 但对于马甲庄园违建补照 南投县建设处也回应 捡棋之后 然后可以花公所的查报单 补照通知单 所有签的三十天内就申请补照 2024选战倒数南投第一选区立委基站 聚焦在国民党立委马文君 位在埔里的庄园欧式维建 现在又被报处申报财产不实 双方攻防剑拔弩张 三十五南投综合报道